三月学校假期不少国人选择到南部岛屿游玩 在圣陶沙发展局的邀请下 由脚踏车出租业者首次在圣约翰岛设立快闪店 让访客租赁脚踏车和帐篷 业者表示首日的生意不错 三月学校假期已接到两成预定 记者陈运儿报道 早上11点半 位于圣约翰岛码头不远处的这家快闪店 迎来不少前来租借脚踏车的访客 对于岛上首次推出新服务 大部分访客表示欢迎 圣陶沙发展局答复本台询问时表示 为了提升访客体验 同土地管理局合作 协助设立新的脚踏车及用品快闪店 这个试行计划从极致期展开 为期三个月 之后再是业者和顾客的反应 才决定是否延长计划 业者看准商机 所以决定参与试行计划 这个南部岛屋在新冠状疫情之后 有很多人有来到这里 因为我们在圣陶沙也是坐自行车的租聘 那很多人已经开始都去租聘这个自行车 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个岛屿也是一样 它会有一个增加的趋势 除了脚踏车 业者也推出雨伞 雨衣和帐篷等租借服务 业者表示 所有脚踏车和雨具等 必须在同一天归还 访客不能漏夜露营 此外 所有器材也会在出租前后进行消毒 以保障使用者的安全 圣约翰 拉扎鲁斯和什林格岛 在阻断措施解封重开后 平均每月接待约2万0500名访客